俄罗斯雇佣兵瓦格纳集团领导人普里格任 据报已经率兵进入俄罗斯南部城市 顿河畔罗斯托夫 那目前当地的局势如何 民众的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 我们来看罗斯托夫州首府 顿河畔罗斯托夫市的中国留学生哈文 稍早前的电线报道 大家好 我叫哈文 现在就读于南联邦大学 从今天早上一开始 各大的媒体社交账号 将罗斯托夫的冲突 已经冲上了热搜 可以不否认的是 现在格罗纳集团 已经到达了罗斯托夫地区 但是从早上8点30分之后 他们已经将社交媒体账号上 所宣传的一些路面上的装甲车 以及坦克已经陆续撤离了 现在极有少量的武装人员 以及警察在路边维持秩序 从今天早上起来之后 我是早上6点起来的 马路上的公交车 车水满都很正常 上班族也在正常的上班 因为我观察到公交车里面 也是挤满了人 路上的车也没有影响行驶 跟之前的生活也是一样的 但是在市中心地区 就是在政府的大楼周边 还是不允许其他人靠近的 今天早上开始的时候 中国留学生总会 也给我们下达了一个最新消息 就是不要靠近武装人员的地方 包括罗苏夫市的市长 他也说了 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去市中心 等一些地方 因为现在正有一些武装人员在那边 学校也下达了最新中支 今天的课程改为线上 全部不要去学校 因为我们是在市中心 基本上的情况就这些 瓦格纳集团雇佣兵 到达了罗苏夫之后 对当地留学生 以及俄罗斯公民的生活和财产 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 他们简然有趣地来这边 到达城市之后 也没有伤害任何的公民